电子竞赛英雄联盟中华代表队在第19届杭州亚洲运动会中夺得银牌殊荣 其中来自花莲市的选手朱俊兰 日前接受市长魏佳燕颁发奖励金表扬 并分享比赛过程 魏市长也恭喜中华代表队在国际赛事上一路过关斩将 为台湾争取荣耀 近年来台湾在电竞赛事上有不俗的表现 这一届杭州亚运第一次把电竞纳入正式的比赛项目 英雄联盟中华代表队更是不负众望挺进的金牌战 虽然不敌强劲对手南韩 不过还是展现优异的战略技巧和团队默契 为台湾摘下了银牌 就是感觉这次的比赛特别正式 因为是亚运嘛 就是跟平常那种赛事都不一样 然后也特别严格 就是我可能比个赛就是要经过很多个安检 然后场地也非常非常大 层级的话确实是有比较厉害的选手 然后最让我感觉特别的应该是 第一次用本名打比赛吧 就用自己的真名 因为以前的话一往都是用网名这种 难得的一次经验吧 银牌的话是我们首要的目标嘛 先保银再去想办法拿别的 然后确实在我们打越南的时候也 大家的状态也特别好 那银牌我觉得真的就算是真的不错了 市长魏佳燕表示很开心年轻人在不同的领域可以闯出一片天 未来施工所也会协助推广各项的运动赛事 电竞的这个体育的一个项目 其实是一直以来受到非常多的年轻人的瞩目 那今天看到我们居然 那除了人长的帅 技术也非常的厉害 那也替我们国家在杭州亚运的一个战队 然后拿到我们的银牌 那今天特别的要颁证我们奖状给我们俊兰 那也借此希望他在未来的电竞之路 然后越来越强 那也希望说很多的孩子们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一个发展下 电竞也很强 感谢观看